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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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忍一忍 马上就好了 蓝忘机说着 同时放轻了手上的动作 心里也有一些不高兴 看着魏无羡红肿的额头 蓝忘机心疼极了 偏偏这伤是自家侄子弄的 又是小孩子 让他根本无处发火 吃饭的时候 蓝起人有意无意地瞟了几眼魏无羡的额头 今天魏无羡跟蓝景怡那一段下棋教育法 他是全程观摩了 也很赞成魏无羡的教育方式 此时 将魏无羡还用碎发 把受伤的额头遮掩了 绝口不提蓝景怡摔棋的事 可见他并不是那种居小结 且斜是邀功的人 蓝起人莫名又喜欢了他一点 且发自内心地觉得 这孩子是真的优秀 也是真的善良 这孩子虽然平时看上去 给人一种肆意懒散的感觉 和一种坏学生的感觉 但当你真正跟他相处下来 又会觉得这个人的三观其实很正 他身上总是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些 吸引人去了解他的魅力 饭后 一家人一部花房 蓝起人在那里加了个茶桌 他们可以边喝茶边上花 虽然现在是冬季 但蓝家的花房里 放着很多适合这个季节盛开的名贵花种 魏无羡一踏进这里 脑海里就浮现出曾经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那时候 他和蓝战刚好没多久 激情大于理智 他们竟然就在这里 狠狠地做了好几次 他还清晰地记得 这里的窗玻璃上 地板上 都沾满了他和蓝战的爱 夜 好一迷的画面 魏无羡及时拉住了自己的思维 抬手轻轻刮了刮臂肩 眼睛不经意地去瞟蓝望鸡 蓝望鸡应该也是想到了 某些不可人说的画面 只见他虽然还是一脸清冷 耳垂却悄悄泛起了红韵 鲜艳欲滴 魏无羡仰起唇角笑了起来 伸手轻轻拽了拽蓝望鸡的衣袖 向他投去一个意犹所指的眼神 蓝望鸡的耳朵顿时更红了 却回手握住了魏无羡的手指 跟他食指紧握 只等到了座位 蓝起人转身的瞬间 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坐下闲聊了一会儿后 蓝起人抬眸看向魏无羡 魏英 既然你跟旺鸡经过生思熟虑的考虑后 即使冒天下之大不为也要在一起 即使被世俗所不容也要携手共读一生 那么我希望 你们是认真的 突然被Q的魏无羡一愣 又被蓝起人的话一阵 顿了好几秒都没想出回应的话来 只觉得自己的手 突然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握住 蓝望鸡语气坚定地道 我们是认真的 魏无羡这才回过神来 反手握紧了蓝望鸡的手 目光坚定地对上蓝起人的眼睛 叔父可以放心 决定要携手共度余生 是我和蓝战共同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绝不是一时兴气 或者一时冲动 蓝起人轻轻吸了口气 脸上还是那副板正的表情 既如此 两家人见个面吧 也好商定一下你们俩的事情 魏无羡闻言一愣 顿时瞪大了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